YO!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你有跑到膝蓋疼痛 像我現在這樣有點握冰在闖起不來嗎? 今天這集嘉然跟你分享一下 該如何用震動槍 來把自己的膝蓋周圍的肌群好好放鬆 達到膝蓋不會疼痛的效果吧 這是DRIP 多數跑者在膝關節不舒服的狀況下 要處理的都會是前側補視頭肌的部分 在補視頭肌呢 靠近外側我們叫補外側肌 靠近內側的骨內側肌 中間有兩條骨直肌和骨中間肌的部分 很多人呢 當有跑坡路上坡下坡的話呢 在骨內側肌這邊會容易緊繃一點點 所以當然直接按摩它是OK的 外側的骨外側肌呢 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褲管拉起來看一下 它的大小相對的是比骨內側肌來的大很多 緊繃的骨外側肌呢 也很容易造成ITB卡金素的緊繃 卡金素從大腿的外側呢 往上連到這邊 它提供你的臀中肌和臀大肌 還有前面擴肌膜脹肌一個支點 剛剛講的三個肌肉呢 不是體積太小就是記憶不足 所以這三個肌肉呢 直接造成卡金素的緊繃 其實有一點困難 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它的鄰居 骨外側肌和緊繃 往外淋出去之後 然後產生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它們的位置擺在一起很靠近啊 你用滾筒或其他工具在放鬆的時候 你說我在按摩卡金素 我並不能說錯 但卡金素本身是一個比較像肌腱的結構 它就是應該很緊繃很有彈性的 所以放鬆它有點奇怪 放鬆它的鄰居骨外側肌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說法 直接來就可以 一樣你可以選擇在特別緊繃的位置呢 稍微停留 一個部位大概30秒的時間就好 這是基本的做法 現在給你們一點點 特殊的前側緊繃的時候 我們Cue一個 之後幫我把膝蓋用力升級 然後我們看到肌肉明顯在收錯的狀況下 這個時候 然後 維持5秒鐘的時間 我們來回走 3 2 1 慢慢的放掉 好鬆啊 我們讓肌肉進入更緊繃的狀態之後 直接給它震動 強迫它關肌放鬆掉 這是一個技巧 通常我的習慣呢 會進行3到5的反腹 所以最後再幫我一次用力伸直 看到明顯的肌肉線條之後呢 停留5秒的時間 可以定點 也可以是來回走動的 如果你也確定 緊繃的位置在這裡 就可以停在那邊 2 1 放鬆 然後再來回的走 我的習慣呢 會做5秒的停留 然後10秒的掃描 3到5次的循環 這是大腿的正面 膝蓋的動作主要是伸直 抗彎曲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手肘 來想像 股四頭肌在前側 它負責伸直 大腿後側的肌肉 腿後肩負責彎曲 很多人呢 跑路 尤其是跑平路 帶有速度的特表之後 容易在膝關節的外側 而且偏低的地方 有緊繃不舒服 甚至會腫起來 很多時候呢 都是 骨二頭肌 腿後肩的骨頭肌的肌腱 在這一個位置 握緊 肌腱為什麼會握緊呢 是因為肌肉已經緊到 沒有柔軟的空間 它才去跟肌腱要 肌腱一拿的時候 就不太舒服 就有一個很痛的狀況發生 發生在這邊 直接處理它的話 也沒有處理 直接的問題所在 應該要把肌肉放鬆 而不是放鬆肌腱 記得肌腱一定要 很有彈性很緊繃 它才可以把肌肉收縮的動作 和力量 直接傳遞到你的關節和股頭上 產生動作 或產生力量 所以放鬆肌腱 並不是一個太好的策略 你希望放鬆的是肌肉 因為只有它是可以 收縮和放鬆 那它收太多了 不喜歡放鬆 我們把它換人起來 這位幫我轉成趴姿 好 我們再看一下呢 大的後側 當膝蓋彎曲的時候 可以直接摸得出兩條 特別Q的東西 那個就是肌腱 在外側會有一條 內側摸起來會有兩條 我們主要放鬆的是 外側的部分的骨頭肌 所以找到肌腱之後 你就知道 往上連接的肌肉在哪裡了 直接 來回的掃描 特別有感覺的地方 可以停下來一下 如果在疼痛呢 我不會直接處理疼痛點 或是它的鄰居徘徊 再加久一點點 如果你也有跑者吸壓 相關膝蓋疼痛 跑完膝蓋很不受傷的問題的話 可以嘗試一下 先放鬆你的股肢頭肌 就是大腿附近的四條肌肉 放鬆完你的膝蓋 可以獲得更多空間 這個時候疼痛就可以減緩了 我這樣說應該有錯 是的 我覺得空間感 這個姿勢形容得非常好 當肌肉緊繃的時候 它勢必會往兩邊關節的位置 去帶 去抓 去爭取空間 空間被肌肉拿走之後 關節就會形成一個緊繃 有壓力的狀態 那股四頭肌因為它的肌群相對的大 所以膝蓋最容易受到影響的人 就是收了它 所以當膝蓋不錯的話 你可以直接先從肌肉防鬆開始處理 當然如果有完整的做法 我們可能要考量一下 胖關節的活動度有能更好 我們就以前有做過一些 胖關節活動度的訓練喔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那樣的做法 這樣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組合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瑞 他是Rub 下一集將教大家如何徹底的放鬆 你的足底精微的問題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拜拜